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委員會有三個委員會在講和事 有在講後段基金、減融、廢棄物 全部都是專家,每一個人都專家 連街頭、計程車、司機都是專家 現在大家都專家 我不是專家,我不懂 所以我不問那個 我最近接跟很多我們南部的技職宴校 私立的技職宴校的老師跟教職員見面 他們幹的要是 他們怎麼幹呢,我跟你講 他們說在技職宴校 我們台灣現在最缺的就是專業技術人員 這些技職宴校培養很多我們中間 高階或中階的技職專業人才 但是他們得不到政府的奶水跟青睞 大家都 每個學生都為了學生、為了上課 為了經費 大家都在那裡沒在收 反觀我們的公立大學的老師 包括你們台台、政台、中山 我看的啦 這件都在那裡亂的 裡面大部分都公立大學 很少私立大學 所以我今天有請教育部 請行政院說 這些經費的益助、分配、人力的配置等等 要重新的考量 因為在公立大學教書 一世人沒有憂憂有仇嘛 公職嘛 還不可以免賜嘛 還不然找到那裡 因為講到學生的教學 他的經費都是教育部的益助嘛 五百億分掉了嘛 這些數字都分不掉嘛 所以吃到贏成縣 所以都拿到一個月 到四點鐘 要做paper 收集資料 做實驗 都研究生幫人 都在做 教育你看看 如果蘇委員是要 所有個人的經驗的話 沒有沒有 你的看法 我想整個國家的教育呢 當然需要有一些橫平 公立、私立之間 另外像我們台大如果 叫做研究型大學的話呢 那麼也有一些大學 就比較不是放在這個範疇裡面 您剛談的是 技職教育體系 我認為那個體系也非常重要 所以整個 從上到下的分工非常重要 那我比較在的大學呢 當然是屬於所謂研究型大學 我們做很多研發 至於是不是我們很輕鬆 我跟您報告非常不輕鬆 蠻累的 是 社會系啦 社會所啦 那是在研究什麼 我每次 我每次 醫學的 我每次 實驗醫學 我不知道那在做什麼 真的 一個禮拜上 四個禮拜 我看我是太行 真的